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姑姑们大家好 我是Wendy来自i Van Baking 喜欢我的影片可以订阅 并且开小铃铛 收到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谢谢你们的支持 好让我们的这个频道一起成长 今天一起来做sour dough 就是欧包 采用了自己培育的天然酵母来制作 而且不需要用到Dutch oven 也可以做出内部蜂窝状满满 外皮酥脆 里面呢蓬松的欧包 那么首先要准备sour dough starter 就是酸种 我之前有一个影片会放在 Description box下面 如何来培育自己的酸种 我们需要拿30克的酸种 加入30克的高筋面粉 还有水 1比1比1来培育 那么我们要发到顶点 那么在12点的时候 我就开始加入高筋面粉 还有今天我会用这个全麦面粉 非常的香 来混合 把它们先混合均匀 中间开一个紧 之后呢慢慢的加入水 加入一小部分 混合 之后再继续的加入 加入在干粉的部分 这样子混合可以均匀一点 那么混合到一定的程度呢 我们就可以改换成用手 来把它们混合 我们需要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不需要揉面 就大概这样子反复的折叠 现在面团的状况呢 是非常的粘手 而且不顺滑 筋性也很低 那么可以看我们一扯 它就断了 所以我们需要盖好 让它们autolace 休眠一小时 在这个时刻呢 差不多一点 我的这个sour dough starter 也发了三杯大 有绵密很多的气泡 干净利落的咬一小口 那么来测试一下 面团符在水面上 就是酸中已经到达顶点 可以用了 可以看到你看 很强壮的 蜂窝壮满满的 这个sour dough starter 就可以制作出很好的面包 那么同样 在一点钟的时候呢 我们来查看这个面团 已经可以拉出薄膜了 自己形成了这个筋性 所以这个stutter 我们要加入60克的stutter 分两次来加入 记得手要沾水 湿的手呢 它没有那么容易粘手 就用手指 这样子慢慢的捏 又边捏边折的方式 慢慢混合 记得要小心 不要拉断面筋 这样子慢慢的混合 混合好一部分 再加入第二个部分 把它们扩散在整个的面团表面 之后呢 一样用这样子慢慢 一点一点的捏 一点点的折 混合好之后呢 把它们翻面过来 尽量给它们光面朝上好 现在的面团还没有很光滑 没关系 我们来盖好休息20分钟 20分钟之后呢 我们要加入盐 也是一样分两次来加入 加入之后一样手沾水 用手指头慢慢的捏 把这些盐呢 一点一点的揉进面团 记得也是一样好 不要拉断面筋 再加入第二部分的盐 同样的方式 抹在面团表面之后 慢慢一点一点的把它捏进去 好了之后呢 光面朝上 或者比较滑的那面朝上 就轻盈的这样子 来滚圆 把它们撤离开这个碗 稍微的滚圆就可以了 盖好休息20分钟 那么大概两点钟 我们来做第一次的拉伸 先稍微的把面团 让我们脱离盆壁 之后这样子慢慢的拉伸 先拉伸 慢慢的不要拉断面筋 很重要 拉到最高的部分之后 把它们折向中间 轻轻的拉就好了 我大概反复的折叠 五六次左右 盖好休息多20分钟 这个时候大概两点半 先用刮刀 来把面团 让它们脱离盆壁 一样的方式 再拉伸折叠 stretch and fold 这样子可以让面团 越来越紧致 好了就准备一个更大的容器 抹一些油来防粘 用比较大的容器 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它的size 还有几时要拉伸折叠 那么光面朝上 光面朝上大概把它们整圆 好了之后盖好休息 45到60分钟左右 大概三点半 就可以看到面团已经撑开了 所以呢我们来做 第一次的coil fold coil fold的方式呢 一样手要沾水 让我们防粘 之后呢往四个方向 来这样子轻盈的提起之后折叠 把我们折向面团的内侧 就这样子 之后盖好 再休息45到60分钟 大概四点半 我的面团就开始 又再松弛了 我们再来做第二次的coil fold 同样的方式 轻盈的把它们这样子 拉起来 让我们自然的生长之后 把它们这样子折叠 那么可以看到呢 这时候面团的表面已经顺滑光亮了 而且面筋已经开始比较强韧了 有弹性 盖好 让它们休息大概60到90分钟 那么大概六点 我总共发 4个半小时 4个半小时到5小时 体积膨胀50% 那么视角也开始圆润了 就可以准备这个藤兰 25cm的我今天用的 垫上这个麻布 没有麻布的可以放烤纸 之后再撒一些高筋面粉来防粘 之后在面团表面一样 也是撒上高筋面粉 撒好之后呢 把它们倒扣 在桌面上 之后呢 慢慢的来整形 轻盈的 往左边还有右边 拉伸之后 把它们折向中间 好了之后呢 也是轻盈的拉伸之后 把它们卷成圆柱形 慢慢的 边捏一边拉伸一边卷 让它们形成一个 比较紧的这个圆柱形 非常的蓬松 很jiggly的 之后呢 捏两端来收口 好了之后 提起面团 那么把它们光面朝下 记得这个部分 光面朝下放入篮子 那么如果面团很松可以缝收口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需要省略掉这一个步骤 可以看到是晃动的啊 内部有很多的气泡 那么撒上一些高筋面粉 在它的底部 之后呢 收进塑料袋 放进普通冰箱 扫过4C 那么隔夜冷却 隔天大概8点钟呢 在中下层放这个烤盘 倒扣的烤盘或者是石盘也可以 之后在下面再放上一些模具 预热烤箱250摄氏度 45到60分钟左右 上下火 可以看到9点的时候拿出来面积 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垫上烤纸还有砧板 之后呢 倒扣面团 小心翼翼的 踢起这个 basket 那么我们来用这个razor blade 来刮一刮这个叶子的花纹 这个可选是一个小布置 非常简单的 好了之后呢 这个razor blade 要斜45度 划一刀 记得要斜 这样子它才可以开得起来 上下的部分也记得刮完整 好了之后就是这样的样子 那么我们准备好 立刻把它们放进烤箱当中 轻盈的滑入面团 好像做pizza这样 然后模具呢 加入毛巾还有热水 这样子可以帮助制造 长久的蒸汽 steam 在另外一个tray呢 可以加入几块冰块 这个也可以帮助create更多的steam 再喷上更多的水物 之后呢 这个步骤一定要记得关烤箱 8到10分钟 这样子可以保持水蒸汽在里面 帮助它蓬发起来 8到10分钟之后呢 切口再划一刀 这样子可以帮助它们发的更多 之后在这个时刻 可以开始开回烤箱上下火 然后开steam的方式 如果你有 250摄氏烤15分钟 好了之后就可以关steam 开200摄氏 再烤多一个15分钟 取出这些蒸汽之后呢 转面团可以帮助它上色均匀 好了之后 我们要放凉再切 这样子我们的欧包就已经烤好了 那么笔跟dutch oven dutch oven的烤出来会更加的漂亮 可是没有dutch oven 我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那么可以看到有很多起泡是正常的 那么可以看到它也蓬发了许多 底部呢 是黄金空心的声音 顶部有香脆的声音 所以这样子我们的欧包就做好了 没有用dutch oven的方式 现在我们切开 哇 看到内部有满满的蜂窝组织 那么它的crumbs还是算是不错的 虽然没有dutch oven 也是可以烤到这样的样子 里面是蓬松 外面是酥脆的 所以呢 它的切面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整体 而且蓬松 里面还蛮湿润的 不会干干的那种 那么切片来看 你看每一片都有很大的蜂窝组织 而且很香哦 它的麦香味 回弹力也超好的 看到吗 里面满满的蜂窝组织 新鲜出炉的 它的皮好脆哦 是脆皮的 里面呢 就很有口感的那种 chewiness 而且你们可以看到 我掰开来 它内部组织 有很多的这些麦皮哦 很香很好吃 是一个很健康的面包 可是很想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 而且用自己自制的这个培育的天然酵母来做这个面包 又健康又香又好吃 希望你们尝试这个食谱哦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